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大早 你们为何都聚在我们夫妻房内啊 本君 这里太吵了 阿兰惹还没有醒 我带他先走一步 此事 待本君调查清楚以后 一定会给希泽大人一个交代 他不是希泽 他一定是苏摩叶 苏摩叶变化之术高超 连傅君您也不一定识得出来呀 您一定要相信女儿啊 别说了 希泽大人 这阿兰惹殿下是怎么了 这里 大家恐怕有些误会 我先带阿兰惹殿下去我那儿休息 上君 在下着实未料到 上君您也在这里 莫先生 你怎么来了 是这样子的 昨夜苏某得了一封信 落的是阿兰惹之名 邀我陈时之画坊相见 但阿兰惹的字 是苏某一手教的 是不是他亲笔手书 寻常人瞧不出来 但苏某却还能分辨一二 因此想挑个清白的时辰 前来询问阿兰惹 不曾想却遇上上君 一携着两位公主前来探视他 倒是苏某没挑对时辰 夫君你别听他的 他全是乱说 这等是三公主不好 不好冤枉苏某乱说 苏某这里 还存着您的另一封手书呢 回去 快不来 这么快便醒了 身体可有何不适的 莫少为何这样问 发生什么事了吗 常娣和飓若 房你的笔记给我写了一封信 邀我去你的画坊 后来被我发现了 什么意思啊 他们俩 极力模仿阿兰惹的笔记 但还是有极细小的差别 被我看穿了 后来 茶茶跑过来找我 她说你不太对劲 结果才知道 你被吓了 相思隐 相思隐 没错 真没想到他们俩居然使出 这么下三乱的手段 那后来呢 后来啊 我跑去找了希泽大人 既如此 将计就计便是 帝君的意思是 他们想看到的是你和阿兰惹 但万一他们看到的是我呢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们俩换一换 让他们俩 计谋无法得逞 也算是 小扯他们一番 换刺人是要换 但还不够 可还记得 利落二子是怎么写的 所以 当长帝和菊诺带着上军 前去捉监时 才发现 在你房里的 却是希泽大人 这 就是事情的经过 你是说 你去找希泽 然后告诉了他事情的原委 他便将计就计扮作是你 陪他们演了一出戏 对啊 对啊 希泽呢 还帮你煎了一服药 让你稳住心魂 好让你抵抗 相思瘾的毒性 可是 这希泽竟为了我和菊诺 还有长弟两姐妹作对 实在是令人有些非解 不过 不过 我长这么大 还是头一回 这么几次三番的 被人给坑害呢 没事 听说长帝和菊诺呢 因为此事 被上军罚了软禁 这 也算是 自食其果了吧 可是为什么我会在西泽坊中啊 当时场面过于混乱 你身上的药性又尚未解除 所以他便将你抱去他的房中 休息 原来如此 果然 天下 还是这里 让我最舒服 幸好清殿被西泽大人给解决了 我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殿下 殿下 当你买的梅子酒 你可买回来了 殿下 宫里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菊诺公主被判了消首之刑 长帝公主也被流放了 怎么可能啊 他们俩不就是被软禁了吗 上军和军后那么宠爱他们 我的殿下 他们不是因为相思瘾的事情 那是为何事啊 宫中传言 菊诺公主不守规训 与叫她习子的夫子有了私情 早有身孕 一直隐瞒至今 上军大怒 所以将菊诺公主派了消首 且功德谱中涌出鲜明 近日必要行刑 私通 可是 这菊诺公主 不是早与沈夜有了定妻 为何会与习子夫子去私通呢 菊诺公主未婚有孕 其实并不是秘密 所以之前菊诺公主受伤 才能请动细泽神君 下山为她调咬 只是今日不知为何 说她这腹中孩儿 是与人私通所得 并不是下一代神官长 那常娣呢 常娣公主 因前几日打碎了 上军钟爱的一盏明灯 被上军流放去了 一处荒凉地界 思过自省 可是 这上军如此疼爱常娣 怎会因为一盏明灯打碎了 就将它流放啊 实在是奇怪